好 所以這個滾動的問題我們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下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也很有趣 為什麼有趣呢 其實這個問題叫做愛的小手的問題 有看過愛的小手嗎 你知道什麼是愛的小手嗎 知道嗎 現在不能提吧 就是有一個那個 那個什麼 一個棒子上面的手對不對 可以這樣子打手嗎 對不對 愛的小手 好 這個問題是類似的啦 來 這個問題是什麼呢 他說有一個均勻的棒子 均勻的棒子 然後他長度是L 然後他當然是 少一個 質量是m 那一端是固定的一端是自由的 那他想要問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想要問第一個 就是假設我這個棒子呢 他從這個垂直的時候呢 往下落到一個角度 θ的時候 他的腳架速度是什麼 是不是跟愛的小手很像對不對 愛的小手這樣子一開始之後 打下去對不對 愛的小手 假設我這個手臂是愛的小手 這樣子對不對 這樣下去嘛 當然 愛的小手你也有施加力啦 假設我們假設不施加力 他就這樣自然的來落下 昨天有一個新聞啦 你們現在還有在看新聞嗎 昨天有一個新聞是說 那停車的柵欄有沒有 這樣子弄下來的時候對不對 結果有人走過去就被打到頭 然後好像看那傷口還滿深的 那個柵欄這樣下來是自然落下 應該都是自然落下 所以你看他那個晃嘛 那個被打到頭裡面那也很倒楣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一個車道 然後這邊有一個人行道 結果這個欄杆呢 比那個車道還要長一點點 他是走在人行道喔 他不是 如果你很白目走在車道被打到 那你也不能怪的 對不對 他車道是這樣子 假設這是車道對不對 然後呢 這是人 結果那根桿子呢 就這麼長 桿子就是跨到這邊來了 結果他走過去的時候 因為像有前車剛走 這個欄杆就下來了 就打到他的頭了對不對 就是這個例子 就完全就是這個例子 好 所以我們就來十四題算一下對不對 這個應該不要講愛的小手 就講這個欄杆啦 十四題啦 他說 我剛剛講什麼 所以這個L呢 質量是M 長度是L 這樣自然的落下到某個角度 從垂直嘛 立起來這樣下來對不對 垂直這樣落下來 到某個角度的時候 他的腳加速度是多少 對不對 你知道加速度 最後可以知道他打到你身上多少力嗎 所以我們來算算看 他怎麼算這個問題 好 OK 這個他這個太快了 我先把這邊擦掉 這個欄杆的問題呢 很常見 很常見 所以那個 你們算了就知道 給你們一個概念 這個力到底有多大 或者那個加速度 到底有多大 好 那首先第一個 他當然是給你說 他後面有給你一個什麼 你的轉動 一個棒子的轉動罐量 如果沿著一端 是三分之一mL平方 為什麼是三分之一mL平方呢 我們剛剛不是講棒子是十二分之一mL平方嗎 我們先把這個問題處理掉 你才知道為什麼是三分之一mL平方 一根棒子 假設我沿著這邊去旋轉 對不對 那他的轉動罐量i等於十二分之一mL平方嘛 對不對 那我現在呢 平行軸定理 如果我現在把它移到旁邊去 轉軸移到旁邊去 那我的i等於icm加上mR平方 那注意到一開始的時候呢 他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這一段他移了多遠 是二分之L 對不對 移了二分之L嘛 所以 所以本來是十二分之一mL平方 對不對 現在是一個什麼 m然後呢 二分之L的平方 對吧 一半的距離嘛 所以 這個是四分之一mL平方 這是十二分之一mL平方 所以兩個相交會是多少 等於十二分之一加上 如果是四的話呢 加三嘛對不對 mL平方嘛 所以是不是十二分之四 所以才是三分之一mL平方 對不對 磅子移到一端去嘛 是三分之一mL平方 好 一開始這個有沒有問題 磅子的轉動觀量 一到一邊去的時候 是三分之一mL平方 是這樣子來的 好 可以嗎 可以嗎 那磅子會是十二分之一mL平方 會不會算 應該會算 應該會算 磅子 積分 那自己練習 那我們回到這個題目 回到這個題目 那這個磅子這樣掉下來的時候 它的加速度應該是多少呢 所以一樣我們的這一個 我們要計算是 磅子 等於iα 對不對 這我平常說 磅等於iα 那你的磅是多少呢 磅子的質量叫mg 它是大M來小M 大M 磅的質量是mg 對不對 那它轉到某個角度的時候 我們想想看一根磅子這樣子 這樣的一個磅子 我在這邊畫好了 一個磅子這樣子 它θ的角定義在這裡 磅子的直星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往下都是mg 那真正有用的分量是哪裡呢 真正有用的分量是哪裡呢 如果這是θ 那這也是θ 對不對 所以是mgsinθ 才是有用的力的分量嘛 對不對 好 那力幣有多長呢 這一段叫mgsinθ 那力幣長呢 是不是2分之L 對不對 所以2分之L 對不對 那等於iα i剛剛已經算過了 1分之1mL平方α 所以這次是這樣子來的 所以這次是這樣子來的 第一步這有沒有問題 這個叫做f 這個叫做r 讓它比較清楚 好 那算加速度就簡單啦 對不對 加速度A 不要忘記A是什麼 A等於αR 那這裡r 假設它求尾端的話呢 r有多長 是不是就一個L嘛 就是αL嘛 對不對 你拿一個αL出來 然後把它除過去 是不是答案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呢 這邊一點就出來了 我們把我們把它 這個三調 黃筒筒筒 這個一樣 你就不要了 然後呢 我一個L跟它消掉 對不對 這個α 這個呢 就把它合併成一個a 對不對 所以最後就得到a 對不對 2分之3gsin 這樣出來了 好 這有沒有問題 那你先想看啊 其實這個問題就非常的簡單了 其實你日常的時候想想看 我們先看看第二小題 他說如果剛好 剛好這一個棒子是水平的時候 它的加速度是多少 水平的話因為我們這個叫做c 所以水平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就是90度嘛 sin90度是多少 1嘛 對不對 所以水平 水平的時候呢 就等於2分之3gsin90度 所以是2分之3g 所以為什麼愛個小手 或是藍單打下來會很痛 它不用力的時候 那個加速度就是多少 1.5倍的重力加速度嘛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概念 這個讓它自然掉下來 打到你有沒有 的加速度就是什麼 自然就是1.5倍加速度 當然你再用力是一回事啦 對不對 你不用力它也有1.5倍的加速度 這樣了解嗎 那你想想看 在乘上欄桿的質量就是膩了 對不對 所以那個欄桿我告訴你多重 我沒有拿過欄桿 欄桿不知道多重 打下來那個力有多大 你就可以想像而知了 這樣了解嗎 1.5g的力打在你的頭上 對不對 然後這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怎麼好像沒有震動的聲音 好 沒有問題 好 那我們來看轉動的最後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做工跟功率 好 那同樣的一個物體在轉動的時候 對不對 那它這樣任意轉動的時候呢 我們有個力施加在這邊 那當然不能這個沿著軸向跟沿著切線的這兩塊力 那當然這個方向的力就不做工啊 好 那我們所知道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所知道的事情是 今天那這個東西不做工 因為移動方向是這邊嘛 跟移動方向的垂直當然不會做工 會做工的力是Mt 對不對 那我們所學過的工怎麼去做計算呢 我們所做的工 我們所做的工 對不對 我們寫了工 F等 這個W等F比X嘛 對不對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當然特別說 切線方向嘛 寫了一個T 寫個T 好 那你看一下 它這個旋轉的情況 今天我在旋轉 對不對 假設這個軸心 拉出來這個轉動的時候 那切線方向的力是這邊 Mt 它從這邊走到這邊 假設這個叫做deceita 這個叫做r 所以我們知道 位移S的rdeceita嘛 對不對 位移 它真正的位移 那所以呢 這一個 比S啦 應該寫比S Rdeceita 對不對 對不對 好 那這個 這個呢 其實我把它帶進去 就是我今天要算的東西啦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怎麼去做這個細節啦 首先呢 我們知道我們的工 是F的Rdeceita 對不對 DW的Frdeceita 那R Frdeceita 我又看到 Ft乘R其實是什麼 是tau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剛說把這個帶進去嘛 對不對 所以Frdeceita 中間我把F跟R 拿出來 就變成tau 所以DW相當於tau 比sita 所以在這裡頭 這個我印寫的基本形式啦 其實DW就等於什麼呢 我的F 然後呢 Rdeceita 對不對 其實就是Fdx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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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們在這裡頭 我又知道Fr等於tau 所以呢 把它放到這裡頭去 所以我就變成tau比sita 那 概念是這樣子 那 兩邊 兩邊 我去做積分 兩邊同時做積分 所以兩邊同時積分的時候 會得到什麼 DW就等於tau比sita 所以W就等於tau比sita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我們都知道 P等於w比sita 對不對功率 對不對 所以呢 我的P就會等於t tau比sita 那假設你的例舉不變的話呢 我可以選擇tau比sita 比sita 那這是什麼 這不是Omega嗎 對不對 就沒這樣子 好 那這個呢 就跟我們在牛頓力學有學的一樣 P等於tau Omega 相當於P等於什麼 F乘上V嘛 tau是例舉嘛 那角速度就要對應到速度嘛 對不對 所以呢 跟我們P的FV是一樣的 好 好 這個有沒有問題 這應該很簡單啦 好 那這剛剛整個計算 那當然我們可以把這個整個公式呢 再做進一步的一個考量啦 你們學到圈入了沒有 微積分 微分 圈入學到了嗎 學到了 學到了 會圈入 圈入在二年級的公術 我忘記 你們有公術嗎 有啦 二年級的公術 很常在用 因為你大部分的微分 或者是積分呢 直接微或直接積做不出來 所以圈入會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 我們可以來這樣一看啦 剛剛的式子 我可以用另一個角度來看 假設我們今天使用功能定理 來討論這個轉動的時候 那功能定理要討論轉動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τ等iα對不對 那α本來怎麼寫 ωt 好 這裡頭呢 我們就把它插入一個什麼 dθ在這邊 所以這裡除一個dθ 這樣乘一個dθ 其實這可以消掉嘛 對不對 圈入這裡有其實就是消掉 我是這裡插個dθ 好 所以呢 這邊ωdθ 這邊dθ 那這個後面的東西叫做ω 對不對 所以我的τ 其實相當於i dωdθ 就是ω 對不對 好 我把它寫到這邊來喔 插掉 我們本來的τ 等於iα 等於i的dωt 就等於 i dωdθ d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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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那 就會等於什麼呢 i dωdθ d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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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θθ 那當然是不定積分 嚴格來寫應該要寫的怎麼樣 應該是2分 g 的 i omega f 平方 減掉 2分 g 的 i omega i 平方 這是墨角速度減出角速度的平方 因為這是不定積分 你們還沒學到 如果不定積分出來應該加一個常數 或者是說如果有上下線的話 就是寫後減前這樣子 好 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齁 好 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11章就在這邊 那3題 7題要回去自己寫喔